前景区是一个比较早开发的地区 人口相对少之外 建物也相较老旧 再加上人口外流的问题日趋明显 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30日举办七贤安居社会住宅的动土典礼 希望社会住宅的兴建能够借此促进地区发展 因为前景的部落已经就比较老年化 就是希望社会住宅盖起来之后 就是可以带动这边的经济这边的方法 就让前景再度起飞 那所以今天这个七贤国中搬走了之后 那有一个校地它要怎么使用 居民都很关心 那附近的这个高雄市民也都很期待 那这一次有这个七贤安居的这样一个社会住宅 我们都非常乐见 因为最近高雄市政府为了这个青年的住宅的问题 我们住宅平权的居住正义的问题 也做了很多努力 那这个案例也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是住都中心的案子 那我们乐见更多类似的案件 在我们这个前景新兴养这一区继续发展 七贤安居是当地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过去城中城事件的发生 间接加速了整个都市更新的发展 高雄市政府与附近居民讨论沟通过后 然后呢有一个新的一个舰体 然后也融入了当地居民的需求 然后解决了他们的一些疑虑 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有城中城事件的一些住户可以来 而是其实606户有许多有需求的住民 他都可以来这边申请 那我相信他对于未来的整个周遭环境的发展 会有绝对大的影响 由于这个建案是因应城中城纪七贤国中 区段征收取得土地新办的社会住宅 符合资格的城中城住户可以申请居住 因此当地部分居民有些疑虑 是否城中城的住户都会搬过来居住 其实城中城事件之后 有许多的住户 他们其实高雄市政府都有安置的一个状况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城中城的住户 全部迁来这里 一开始所有的附近的居民会有些疑虑 是不是城中城所有住户就变成这里的主体 其实从这个量 总量来看真的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附近的居民真可以放心 七显安居将会规划许些公益设施 不止606户的住户可以使用 也造福了周边的其他里民 两全其美的情况之下 创造了一个友善的社区环境 记者曾光佩 庄淑亭 高雄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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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